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啟源全道 感恩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阅读并且思想以西结书36章1-15节 这一段经文和昨日的经文可以被视为同一个神语 从35章开始,耶和华的话又留不到我说 第35章论及的是西尔山 而今天的经文36章1-15节就是论及以色列山 比较两座山的结局指出神要责备向以色列人怀怒的以东人 他要復兴以色列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神要怎样復兴以色列 在本段经文里面可以简单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1-7节是神要復兴以色列的原因 而第二部分就是8-15节是描述神復兴以色列的应许 第一部分神要復兴以色列的原因是因为外邦受敌 特别是以东人需要为自己所犯的罪行而负责 在短短五节的经文里面 作者写了五次所以 而这些所以是充分地表达到神的愤怒 是多么迫切要回应 而他要回应的是 作者用恩惠所描述仇敌的作为 以色列人所面对的是敌人希望收以色列山江为业 敌人使以色列荒凉 以及敌人羞辱以色列等等的事情 令神不得不为以色列人出手拯救 但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源头并不单单是仇敌的作为 原来今天的经文当中出现过的字眼和文法 是与以色列书第六章很相似 第六章的内容是先知宣告神要审判 而审判的对象正正就是以色列山 神要值审判和刀剑 除去以色列地中所有拜外邦假神之物 要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就是神 然而神的计划并不是单单停于审判 眼见以色列人因仇敌持住上帝审判 而进一步骄傲至高 所以神要作出回应 神要将受羞辱的对象从以色列人转到外邦人 以色列山不再受羞辱 必有新的尊荣出现 山地要开花结果 满有旺盛的生命力 人数增多 成一被重建 这个都是第二部分所描述的内容 土地、新养众多等等的事项 好似做一次提醒以色列人 神对他们的应许 这个才是神最终极的目的 单从今天的神谕里面 我们见到神对以色列山的说话 再同第六章内容连结起来 我们可以见到神的计划 永远不单单停在审判上面 一切的审判都是为了要带来人的悔改 神值刀剑使以色列地方良 有学者指出 方良一致有反创造的意思 是神希望人在敬拜外邦偶像的乱局里面 重新回到神的秩序当中 神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要带给人盼望和復兴 前提是 人要从假神偶像敬拜当中走出来 重新认识知道神 神必会将人从低谷中復兴起来 我们一起祷告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你恩爱我们的缘故 甘愿等候我们 等候我们从罪中悔改 重新认识你 愿你时刻直圣灵提醒我们 要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好活出你的度 免得我们得罪你 更加重要的是 要我们在地上面分别为圣 成为荣耀你 属你的子民 要在人眼中成为见证 令更多人从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当中 真真正正地认识你 以上土过去奉我主 耶稣基督之名而求 阿门